再来看到是路透的报导 那么在伊拉克伊斯兰反抗运动 在2号是首次针对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来攻击 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色列发射了导弹 那么以色列呢 还是没放弃对拉法攻击的计划 爱奇表示正在努力促成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停火协议 伊朗的外交部也宣布了 宣布制裁 25个支持以色列的美英个人跟实体 因为他们支持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的人权 至于在耶门胡塞组织 也会扩大攻击范围到地中海 从地中海前往以色列港口的 所有船只来发动攻击 伊朗这一段时间是真的很努力的 在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穿梭 希望能够有停火协议出现 可是两方面的停火协议 以色列目前的态度说 你把人子放给我 我可以停火几个月 但是哈马斯要求的是永久停火 这两边是有差距的 那当然还有些 他在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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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要知道 这个北京也很辛苦 在绰合这个哈马斯跟法塔尔 这两个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政治势力 希望他们能够有共识 不要老是这个你唱你的调我弄我的调还打成打在一起 这很难看嘛 你自己巴勒斯坦人都不合人家叫人家怎么怎么帮你忙 所以北京那个绰合动作很重要 埃及这个绰合动作很重要 等于是北京跟埃及其实某种程度 不只是在帮巴勒斯坦忙 也在帮美国人的忙 美国人在这里面 他不知道怎么办 拜登你看搞成这样 他真的不晓得怎么办 你说那个布林肯都跑西跑 像个板头大汉的一个搬家工人一样 那你什么事都搬不了啊 所以这个是埃及我们要给他高度的肯定 那至于说伊拉克民兵 那个打一打 那个不上大事 因为那个以色列防攻系统拦截得了 你说真主党 那个发生那个导弹也都很 很等级很低的导弹 所以对以色列也不会有什么伤害 那以色列反击起来也是蛮厉害的 所以这个虽然有这种所谓的本土招袭 这种大标题 可是你说伤害好像也没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 早一点把这个以哈解决的话 真主党那个伊拉克民兵 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那你说胡塞组织 也虽然没人要讲讲大话 他说我要打到地中海 你知道地中海离越门多远吗 那那个不是胡塞组织做得到的 怎么他要跑到以色列海岸去打 不可能吧 但是威胁到 红海进出这个船只 就是所谓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跟波斯湾的 这个荷姆兹海峡 就是全世界两个最重要的通道 一个是对欧洲的贸易 一个是对这个石油的运输 都很重要 而且这两个刚好伊朗或者是 胡塞武装组织 都可以给船舰一些威胁 这些威胁 政治解决比武力解决更重要 因为胡塞组织 平常讲就不像个组织 因为就是个游击队 那你打也打不了怎么样 他然后他就弄你两下 你也没有很大的伤害 可是所有的商船 每个人都胆战心惊 没有什么伤害 那船东老板说没什么伤害 问题保险公司马上调高你的保险 没有几个船公司这个吃得了 保险公司一定是料敌充宽 对不对 你要先减保险费 保险一定掉得高高的 那没有几个人撑得住 所以对世界经济就产生干扰性的作用 那这个可能是大家关心的 不过你以他战争解决了 然后其他就容易解决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刚刚说到这个遥远的距离 来看到呢 这是在央视的一个报道 5月3号下午的5点27分 大陆长征5号火箭成功发射 长征6号送进了预定的轨道 这是启动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取样之旅 背面有40亿年前月球最古老岩石 要采集大为两公斤的样本 南极的艾特肯盆地 将是长征6号主要的探测区 在这个土壤中 有大量冰冻状态的水矿产资源丰富 地月通信在月球背面被月球遮挡 大陆先是发射了17小二号中继星 让长征6号能够传递讯息 那么每天可以保持20个小时来通信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长征7号也计划在2026发射 那么任务就是要来寻找月球上有水的证据 至于在长征8号2028要来发射 任务是勘察月球上的资源 我特别要说 其实我们现在看月亮来讲的话 永远看到月亮只有这一面 背面我们永远看不到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月球的自转 跟绕着地球的公转是同步的 所以我们永远只能看到正面 看不到背面 那古时候就对背面来讲 有很多的传言 因为正面来讲 我们用望远镜都看得到 那背面来讲 大家说有没有可能是外星人在那边 甚至于长额就住在背面 很多的传言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大陆来讲它这个雀桥2号 其实雀桥它原来有一个雀桥1号 它雀桥2号是今年年初才发射上去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大陆可以看到雀桥2号 利用雀桥2号卫星可以看到月球的背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雀桥2号 那这个是地球 这个是月球在这边 那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点非常重要 因为太空之中 所有东西都会受到地心引力 不管是月球引力 或是轨道运转能力 它必须在这个点上面 同时可以对月球的表面背面 也可以同时把这信号传给地球 一天来讲它可以传20个小时 也就是这个点叫什么呢 他们选择好几个点 这个点叫L2 就专门这个点 因为你在别的点你可能还做不到 它必须要选择这个点 才可以看到月球的背面 那月球背面来讲的话 这个以前大家认为说是月球背面 在科学家研究的过程之中 他们认为说是 在透过这个照相观察 他们认为月球背面 可能是只是一个这个 石英岩 是一块岩石的部分 后来最近才发现说 经过采样以后才发现说 它后面的背面的这个土壤 跟正面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个就是有可能 所有的经过运石的撞击之后 在它表面上面形成一个灰尘 所以那些灰尘 因为它这个撞到月球表面以后 背面以后 它就这个 这颗运石就不会撞到地球 等于月球背面 替地球挡了很多的这个陨石 那这些陨石撞到月球表面之后 它的散开以后它坑洞很多 然后它也很多的灰尘 而这些灰尘 没有受到太阳光的照射 所以他们认为这边有 这个肯特盆地 他认为这个地方有冰冻的水在那边 如果一旦真的是确定有冰冻的水来讲的话 那人类到月球表面去建立基地的可能性是很大 那中国来讲现在也在朝这方面正在努力 如果说一旦成功的话 确定有水的话 它就准备到太空之中去发展这个基地 它也跟俄罗斯合作 他们认为说要在太空之中月球上面 发展这个核子能 有动能 对不对 有水来讲的话 它就可以长期来做 那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它的科学研究的意义比较大了 为什么 因为从地球上面往太空来讲 我们用太空发射 通常用这个电磁波去照射 但是因为有大气层的关系 所以你那个波段 你发射电磁波会被大气层挡掉 那如果说是在月球上面去发射来讲的话 月球上面就没有大气层 可以看得更远更清楚 那有助于人类对未来太空的了解 我觉得这是很大一个进步 最后我再补充一点 这个他们下来那一家叫做 玉兔 对不对 你不要看这个降落的过程之中 在月球背面降落 现在有两个国家 在这边降落都失败了 一个是印度 去年降落失败 那为什么降落失败 它降落 因为下面很多坑 你不晓得你那个下去那个点 会不会落到坑里面 你掌握不到 你不晓得下面地形长什么样子 那美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 都陷在那个坑里面 现在那坑里面 你这个太阳能板打开来以后 你照不到太阳 因为它这个黑暗期很长 你没有太阳你就没办法发电 没办法发电 你那个印度那条飞船就睡着了 那美国也是一样 现在洞里面拔不出来就没有用 那中国这次用的科技很进步 它这是很高阶的科技 也就是说它太空船要落地之前 距离地面100公尺的时候 它那时候有三秒钟的时间 它会停在悬空停着不动 然后赶快照相 用最快速度照相 查看地面的情形 那看哪一块地是平的 它可以降落 那它立刻像我们玩俄罗斯方块 有没有 电动游戏玩 马上横移 到它认为安全的地方 可以平衡的地方来降落 我想这次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说是这一艘这个雀桥 不是这个嫦娥6号来讲的话 是不是可以很顺利地降落 在月球表面 也很顺利地采集月球表面的灰尘 带回台湾来 不带回地球 那这样的话 我想对人类未来对太空的旅行 对太空的了解 会有更大长足的进步 对现在大家很多都是用想象的 这边有什么有什么 也希望有实质 我们就是用科学来说话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二道总监 铅 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